大家好,今天做了个小酥饼,金黄酥脆层次分明 用150个面粉,80克油,调成一个油面团 再用200克面粉,3克酵母粉,30克白糖,90克温水,调成一个水面团 揉到表皮光滑,放入盆中,盖上盖子,洗面20分钟 洗好的面搓成成条条,封成等红的面积 取一块水面团,改成薄饼,包裹上油面团 像包包子一样包起来,寄口朝下,然后再改成一个长方形的小薄饼 从三分之一处折叠起来,再次改开 改好之后,从一头向另一头卷起来 再从中间按压一下,两头对折起来,从中间切开 注意不要切断,简单的整理一下 改成小薄饼,放入平底锅中,烙至上色翻烙另一面 烙至两面金黄薯透出锅 金黄酥脆的小酥饼就做好了喜欢的收藏上